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今天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美国驻帕劳大使尼约翰 日前陪同帕劳总统会数人访问台湾 英国金融时报的独家报导称 拜登政府预定发布新的指南 延续前任政府的做法 放宽对美台外交官互动的限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强调 台湾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伙伴 承诺将继续通过高层互访 来推进双方的非官方关系 在此之前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 也在华盛顿与美国在台协会签署了 美台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 台北关系不断升级 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 接连派出了超过30架解放军军机 入侵台湾周边的防空识别区 最近美国驻帕劳大使访台 还有美台签署海巡工作备忘物的背后 有何重要的战略意涵 是否将签动原本就已经是高度紧张的 台海与南海局势呢 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了两位专家 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 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 李大中教授 李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 黄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一位是前中华民国的国大代表 国防部的中校新战官 黄鹏孝先生 黄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李教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首先我想先请教李大中教授 您怎么看这一次美国驻帕劳大使 随同的帕劳总统 这个会数人一起访问台湾 这应该是这个美台断交之后 第一次由美国的大使到台湾来访问 是不是别具意义呢 您的分析 对 当然过去从1979年 我们跟美国断交之后 的确是有美国 是有大使级的官员访问台湾过 比如说过去曾经有像国务院 主管澳洲纽西兰 太平洋岛国事务的这个大使 也是同时他是驻 这个APAC资深官员 也曾经来过台湾 或者像说国际宗教自由 这无人所大使也曾经访台 但这一次是比较特别 因为这次是美国现任 驻帕劉的大使 陪同波琉的总统一起访问台湾 那这的确是比较罕见 而且甚至是前所未有的 那当然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一些因素 跟考量在里面 那首先还是一个波琉跟美国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那他们在经济啦 在安全上面 在外交上面都有很深的一个关系跟渊源 那第二是其实这可以显示说 这个美国希望透过这样的方法 能够巩固中华民国跟波琉的那种正式的这种邦交关系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意涵在里面 因为根据国务院他所提供的这背景资料显示 特别强调说 台湾跟波琉维系 这个双方的这种官方的关系 是有利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整体的利益 那我想这一次是比较特别 最重要的政治遗憾是 可以彰显出美国在这样的这个状况之下 尝试用美国的影响力去稳固 去识趣的深化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但这一次波琉总统访问台湾 当然它背后还是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旅游泡泡 就是说希望能够参进这个观光 这个因为是一个也是双方是有互利的 也是很重要的波琉 很重要的这个收入的来源之一 所以是对双方应该是双赢 但背后其实更重要的是 美国透过这一次的方法去尝试去 去巩固台湾在这个目前所仅有的 15个爆料国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跟象征的意义在 好谢谢感谢李孝授 那么也请教黄鹏孝中小 您怎么看这个除了这个 台湾跟波琉的旅游泡泡之外 也很多人认为说这一次的 三方的这个在在一起 可以说是美台关系从双边走向了多边 还有另外一个值得大家观察的重点是 台湾波琉还有美国三方的 这个所谓海巡上的合作 那么我们知道蔡英文总统 他在2019年曾经有一个 海洋民主之旅 当时访问波琉的时候 台湾跟波琉也签署 这个海巡合作协定 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台湾 美国波琉三方 这个海巡合作协定 可能背后还有一些 这个潜藏的战略阴含 也想请您做一个解决 是的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波琉 就是所谓的帕劳 这个他的所在的位置在哪里 他所在位置呢 就在关岛跟菲律宾群岛之间 特别是在炫塌海峡的 这个属于算是东口 所以因为他的战略位置很重要 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南海 特别是这个从马六甲海峡 一直到日本 它这里面呢 有主要有五个海峡 从这个马六甲海峡 到这个龙木海峡 就是在印尼那边 炫塌海峡也是靠近印尼 然后呢 再过来在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 最后宫谷海峡 这几个海峡呢 可以说是这个掌控了 整个的南海地区 那么过去在二战的时候 日本这个所谓的南境 它事实上也是主要要控制 这几个海峡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跟美国有很多 这个激烈的作战 那一个地方 它的战略位置重不重要 坦白讲 往往是亘古不变 所以我们看 有些地方呢 每次常会有战争出现 那么帛琉在二十四代的时候 就曾经美国跟日本 在这边游过非常激烈的作战 而且呢 有一万多的日军 在这边 在这边呢 这个受到殲灭 所以那为什么说 美国跟日本 当时要花这么大的代价 去抢这个小的群岛 那就因为它的战略位置重量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跟帛琉之间 看似好像我们台湾跟帛琉 事实上 这里也牵涉到关岛的问题 牵涉到军地宾的问题 当然除此以外 我们跟诺鲁 也是一样有这个海巡的这种协议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大概在七月份的时候 会送给帛琉一艘海巡舰 也是协助他们 强化他们的海巡 因为帛琉呢 是一个有很多岛屿 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浮沿呢 由很多的群岛所组成 所以它非常需要海岸方面的加强 更重要的是 这个是一个 从日本 台湾 菲律宾 帛琉 一直到关岛 就是强化 所谓的第一岛链 跟第二岛链之间的 这种的准军事同盟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海巡呢 有所谓的第二海军之称 美国的海岸巡防队 最早的时候是美国海军的前身 所以这个 这个海巡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 为什么中共的反应 会非常强烈 也就是因为说 这个签署虽然叫做废网录 但是中共很清楚 它直接指出带有主权的意义 这是中共很在乎的一点 是的 李大冬教授刚才 黄彭肖中小提到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 美国的海岸巡防队 其实是美国海军的前身 这个意义就非常重大了 那我们知道 除了刚才提到这个 台湾国流跟美国三方 在台湾的这个海巡合作 的一个宣誓之外呢 事实上 台湾的驻美代表处 也在华盛顿 跟美国在台协会签署了一份 这个台美海巡工作的 这个备忘录 刚才提到了 那么这个中方当然是反弹 非常的大 认为这有主权的意涵 刚才黄彭肖中小提到 这个海岸巡防队的重要性 你怎么看这一份 备忘录的重要意涵呢 李大冬教授 是 我觉得里面既有实质的意义 那也有政治象征的意义 因为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的海巡 跟美国相关的部门的合作 跟交流 其实是有很长一段时间 那这一次透过备忘录 是把它很多的合作 跟交往把它台面化 把它公开化 比如说过去就曾经有美国 相关的这个教官来台湾 教授海巡这个人员的一些战绩 那我们也有相关的官员呢 海巡的这个人员 也赴美国海巡部门的相关的学校 训练机构训练 那还有很多是双方在一些 这个情报的交流 海下水文的交流 等等很多很多 那这一次当然因为海军 它是属于一个 它毕竟还不是海军 那它有它的一个象征的意义 跟实质的意义 那所以这一次签署备忘录 当然北京有很多的一个反应 那这反应其实都是 也有它的原因在 但根据目前官方跟媒体 所显示的一个资讯理念 那主要的合作还是在一些 海洋保护 自愿保护啦 还有所谓的这个 智力去减少非法啦 未通报还有不可管制的一些 过度海洋的捕捞 还有像是一些双方的一些救援啦 搜救任务等等 这些是属于比较低阶的 或是政治敏感度比较低的地方 那所以从目前来说 这一次算是一个备忘录的签署 但是感觉上 台湾政府官员的态度是比较低调的 他会避免去提论说 这是属于在军事上面的一个 比如说军舰的军事的同盟 或者协防 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 它的政治象征意义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一部分真的是有待去 做一个长期的观察 黄黄校中校刚才提到了 这个虽然说在这个 明文化的这个 台美之间的海巡工作 被忘录的文字当中 尽量的降低这个政治敏感度 避免说是一个准军事同盟 但是像您说的 美国的海岸巡防队 是海军的前程 事实上我们知道 最近中国通过这个海军法 这个海军 我们之前海峡论坛 叫另外一位军事专家 中国的海军 其实也是所谓的第二海军 不论是装备上 还有它的这个任务上 甚至它受命于这个 直接的中央军委主席的指令 它其实就是所谓的第二海军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台美之间这个海军合作 它背后的战略意涵 是不是也是携手来应对 这个中国通过这个海警法的 这个民文化 还有所谓这个对台海发动的 一种灰色地带战争的 一种相对应的应对呢 您的分析 对 我觉得凡小姐讲的这样的 抓到重点 因为事实上 这个今年二月所通过的 所谓的海警法 它就是授权让中共的海警 它的所谓的国家的利益 受到伤害的时候 它可以动武的 虽然这个也是一个条文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条文呢 对于周边国家来讲 那个威胁是很大的 首先对这个条文表示抗议的 是非定兵的外交部长 它在一月份的时候 就是中共还没有通过 在研议的时候 它就提出来了 它说你这样的 这个草案的内容 等于是说 像违反你的法令的国家 等于是一种宣战的行为 它说得非常重 那么日本的反应也很强烈 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 海上保安厅的厅长 他就讲我们必要的时候 在国际法许可的范围之内 要动武 等于是说 最主要也是针对它的这个 因为它的这个海警法 等于是让这个所谓的海警 变成了这个海上的战狼一样 海上的战狼 所以说已经不是所谓一般的 这个海岸巡航所需要 特别是你看 它有两艘超大吨位的 一万两千吨的 也悬号是2013跟3013 20901跟23901这两艘 一万两千吨是什么个概念 我跟各位讲 就美国的那个 提倡德罗的那个飞弹巡航舰 飞弹的这个巡航舰 巡洋舰 它才多少 它才9800吨 巡洋舰 是一般我们战舰里面 除了航空母舰 它是最大的 那么伯克级的驱逐舰 是8300吨 所以它的吨位 超过了巡洋舰 我们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海军 曾经跟中共在这个南海 发生几次的对峙 那么最近的一次 距离差不多30公尺 千军一法 那么这个 但是呢 中共一直采取这个措施 就怎么样 它拿它一些比较 这个第一级的这种舰队 舰支 冲向美国的这个军舰 让美国军舰 怕会被它撞倒 打算闪避 那么它这个3901 就专门放在南海 它怕盾位做这么大 而且它的船头 还做了特别 这个装甲的这个加强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 一方面 一方面蹭别人的军舰 二方面可以撞击 按照它的度位 加上航数的话 它足以把美国的巡洋舰给撞翻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次战争行为 也是所谓的灰色战争的一种做法 然后这其实就是这个海巡合作背后 可能还有我们要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了 请教理大宗教授 事实上台美签了这个海巡 备忘录之后 台湾的这个前海巡署 南部巡防局的局长 也就是前陆军退役少将 就有一位将军表示 说他很担心 他一听到这个海巡合作 他的第一个直觉就是说 这可能会牵涉到美中两国 在南中国海的角力 为台海情势 也埋下一个危险的因子 所以他呼吁这个蔡英文当局 应该在超前部署的时候 要有配套措施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当然南海的局势 是这几年国际社会 非常关注的议题 那么在目前拜登政府 新上任之后 其实从很多重要的一些场合 不管是三月中旬的 这四方合作的视讯的会议 到美国跟日本跟南韩 所谓的二加二的对话 一直里面 美方一直提到说 他很重视在南海 还有东海的一些议题 包括一些中国大陆的举措 所以刚才主持人所讲的 有一些关切关心 那我想主要指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除了这个所谓的海巡合作之外 那对台湾而言 最重要还是要强化自己的实力了 包括目前所拥有的这个东沙 以及南沙的太平岛 上面的防务 防卫力量的整体的提升 包括码头 包括岛上的战备等等 要有很多自己必须得做好的事情 那同时我觉得有点很重要 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对于南海整体的 这个主权的看法跟主张 因为过去其实很重要的几个基本原则 包括所谓的主权在我 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 我觉得这几点还是一个台湾 就是在面对很复杂的整个南海局势的时候 理应当有自己的立场 除了在增进自己的实力之外 比如说要希望要求各方能够自我克制 能够共同开发的资源 把这个争议暂时的搁置起来 那同时能够就一些科学研究 打击海上犯罪 环境保护 人道援助 这几点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元数 意思是说台湾在这个场域里面 其实是有中华民国向来 是有自己的主权主张 那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既有的优势跟利益 包括所拥有的太平岛跟东沙 所以在 方有为这个区域的稳定 能够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同时在很复杂的 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的 这个既竞争又合作又对抗 这种环境当中 保有最大的一个 这个自主的一个利益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么黄鹏效忠上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美 签署这个海巡合作备忘录之后 中方反弹非常大 这个马上解放军就派了 破纪录的20架解放军的军机 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接着又再派出10架 是双向对飞 可以说用白话来讲 就是包围台湾 等于是绕台飞 去超过30架的这个军机反弹 非常大 那么除了解放军在台海的动作之外 刚才领取了很多南海的部分 我们也注意到在菲律军附近 这个中国有多达200多艘的渔船 但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民兵船 因为上面是有民兵的 驶进南海的牛俄交海域附近 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担忧 你怎么看目前这个 解放军在台海的动作 还有在南海的一些军事动作 可以是互相联动的一个状态呢 解放军在26号就是我们跟美国签署 那个海巡备放录的时候 他马上做出了这样一个大的动作 当然这个是最近这几十年来 可以说最多架次的一次的示威的做法 而且它的这个20架飞机的组成 这个它里面有一架的预警机 两架反潜机 一架的技术侦察机 另外呢 四架恒炸机跟12架的战斗机 那么这样的一个编组 本身就是一个攻击的 一个一种编组了 因为它的空中预警机 就是一个空中作战指挥的 那么它的计真机呢 就是要反制我们的这个雷达 各方面的这种电子侦策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那个 但是以我个人看 这个是虚的 为什么是虚的呢 因为它绕一圈 绕一圈结果就怎么样 那一天台湾的股市大涨了 2401.74点 第二天继续涨 所以对台湾的明星市 一点影响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指导火 每次都让它吓唬吓唬台湾 因为以我们真正 对军事了解的人知道 你也没有真正的挂弹 什么的 那么第二个 我们的这个飞弹 在紧密的监控当中 它只是在防空识别区里面 也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领空 所以说这个不算是真的 它派到 派一些的海上民兵 到菲律宾的牛二郊 事实上那是南海岛礁 它待在那里待了很久 不走 菲律宾怎么 怎么赶它 怎么抗议 它都不走 那就是实的 你为什么 因为它知道 真正的在台海动物 它可能会有 副顶之灾 因为没有 没有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不会轻易到那里 但它现在就在台海 虚张声势 然后要转移焦点 事实上 它目前的战力目标 是巩固南海 它目前的 所主张的一些地方 那么这一次呢 牛二郊 就看到 它的海上民兵 跟它海警团 海警团 是互相的搭配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 这个才是 实际之所在 所以这也是 我们要注意的 好 非常感谢 这个黄虹小中校 在这个台海 南海城市的 这个深入的分析 我想稍微回到 这个美台之间的 外交互动 来请教李大中教授 因为除了 我们刚刚提到 台湾代表处 在华盛顿签署 这个海巡合作 备忘录之外呢 台湾驻美代表 萧美琴 他最近在双向 也有一位贵客 是前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 到了这个双向元 那我们都知道 蓬佩奥他是在 现任前 全面松绑了 美台之间的 所谓非常繁复的 这些外交限制 那么你怎么看 现在美台 这个外交官员的互动 还有下一步 美台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升级 可能会朝什么方向 来发展呢 李教授 好的 因为我想 因为目前有人提到说 蓬佩奥 有没有可能在 现任之后绑台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美国现任官员 访问台湾 其实很平常的 因为通常台湾 会邀请现任的 不管是五角大厦 白贡国安会 国务院的官员 在现任之后 访问台湾 那甚至是 现任的美国总统 包括前总统福特 1991年来台 他1999 布西93 最近还两次来过台湾 那所以这一次 当然是有很多的一些讨论 那我们也知道说 目前很多都在讨论说 美国的一些对台 准则在调整当中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当美国在回应 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他都说还在审议当中了 但是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大概美国一个答案 大概都是 谈到两岸的政策 还是会提到说 一中政策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 三大公报 还对台湾很重要的 台湾关系法 以及在川普时期 开始提出的 这个更加强调的 六大保证 所以这一系列的提法 基本上是 拜登在处理整个 两岸跟台湾的 一个政策的基调 那同时这也其实也是 美国从1979年 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 一个长期的政策 因为支持台湾 还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那尤其台湾关系法 对台湾很重要 那目前比较不同地方是 感觉起来 在拜登政府 或者之前的川普政府 他会比较愿意 可能会有些 比较多的一些空间 跟弹性 或是不利于把过去 比较在台面下的事情 他愿意公开上去提 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在川普内内 当然有所谓的 所谓的我们很清楚 有好几次的 这个友台法案 那川普选择这个批准 但是重点还是在 美国行政部门的 旅行的程度 还有速度 那这牵动到的是 美国领导者的 一个政治的判断 跟他的政治的意志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就好像前两天 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普莱斯 在被记者问到说 美国伯留大使访 那意义的时候 是否象征拜登政府 持续川普的政策 支持台湾 那他的回答是 美方认为 台湾是很重要的 经济伙伴 安全伙伴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扩大的话 在符合长期以来 我们的一中政策之下 我们必须跟台湾 持续交往的 主要原因 因为我们也考虑到 说未来能够增进 台湾跟美国 在华府跟台北之间的 高层的会面 要促进双方的 非官方关系 以及我们在彼此 共同关键事务上的交流 所以这样看起来 其实拜登是 持续延续的过去 长久来支持台湾的政策 那目前很多地方 能在审议当中 那之前所披露的 包括金融时报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要等到 最后尘埃落定之后 我们比较有 比较明确 暗断的基础 那否则目前来说 大多还是在揣测 或是实际上 政策酝酿的过程当中 是的 那么黄鹏乡 刚才李大冬教授 讲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普赖斯在谈到 帕劳大使访谈的时候 还是引用了 一贯以来的一中政策 不过这个金融时报的 独家报导 大家还是蛮注意的 因为他就是 独家说拜登政府 接下来可能还会出台 一个新的指南 继续的放宽 美台之间的外交互动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的是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他在听证任命会上的说法 说他会依据 台湾保证法来检视 接下来对台的交往准则 看来拜登团队 是真的在检视 这些是不是美台之间 会进一步的升级 这个外交的互动 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 当然肯定 目前原本就在 对抗的美中关系 肯定就会更加恶化了 不晓得您怎么观察 这个部分 是的 事实上美台之间的 这种各个层面的互动 从来没有中断过 1979年 美国跟台湾断交 跟中共建交 那一天 我刚好升上位 那么 但是我升上位 今年说说两年以后 我就到国防部了 到了国防部以后 我在新战部门 那么我才了解说 原来我们 也可以到美国的 新战学校去受训 然后我们跟 因为我在国防部嘛 所以这个台美的军事的会谈 从来没有断过 关于军事方面 情报方面 通通都没有中断 而且每天都有 我就参加了七次 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 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最密约期的时候 美台之间的关系都这么密切 更何况现在 现在的差别在哪里 现在就是很公开了 甚至于美国故意的公开 譬如像说 3月1号的时候 这个3月5号的时候 美国驻日本的代理的大使 他的中文名字叫杨周 那么他请 这个我们驻日本的代表 谢长平到他官邸去 去晚餐 当然日方也有人参加 但是没有说是谁 那这个消息 是杨周自己在推特上面 公布出来的 那么 这个到3月22号 日本的国会有一个 这个日台的肯南会 那么美国驻日本的首席公使 希尔 他也是 我们的谢长平 谢代表也出席了 所以这一些都代表说 美国在跟台湾的交往方面 的所谓的限制 可能将来这个限制 会很少很少 那么美国所谓的一中政策 跟中国所谓的一中原则 是大不相同的 因为美国的一中政策 说没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国 但台湾是台湾 这个与你的一中无关 而且最近美国的说法 是台湾从来不属于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对 好的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谈了很多这个美台海巡 和做背后的这个战略意义 还有美台时间的这个外交升级 那么最后想请两回来 您跟我们做一个自由的 简单跟补充 先请李大宗教授 好 我想从拜登政府上台的 很多外交的动作 是非常非常的细腻了 从四方会谈 美日美韩 到最后的阿拉斯加的会面 基本上是亲疏有别 由近到远 他主要是设法先 团结美国的盟邦 凝聚共识之后 再跟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打交道进行对话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美国目前来讲 主要的外交政策的方针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也请黄鹏 中小跟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总结 是的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川普总统跟拜登总统 跟台湾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川普总统呢 对台政策有点像个麻辣锅 非常麻辣 这个火炮 那么 当然台湾人觉得很过瘾 对不对 但是呢 有的时候太麻辣了 也会伤肠胃的 所以会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拜登呢 我觉得他的做法 有点像算算锅 慢慢的算算算 表面上看起来 不是这么的沸腾 不是这么的热闹 但实际上 就是刚才李教授所说的 他是非常细致 我们去概论吧 他真的拉当结派 而且很多事情 做得非常的细致 但是呢 他又不这么张扬的 去挑战中共的 所谓的红线 第二个呢 我们要了解 现在呢 我们要从整个局面来看 这个在二十四个地方 都会有什么石油 但是我们知道 二十一世纪是芯片的时代 芯片的时代 台湾 韩国跟日本 都是全世界的芯片的重镇 所以说未来 台湾 日本 韩国 这个是 就像二十世纪的 油援一样的重要 所以各位不要担心 台湾的安全 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黄鸿孝中校 还有李大中教授 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 感谢二位 好的 当然我们要感谢 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的收听收看了 提醒您来宾 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樊东宁 祝各位平安 我们下次见你两位 我好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